这是一件令人痛心跟令人发指的新闻 8月18号晚兰州交通大学延三学生杨某 被人刺死在学校宿舍楼下 事发当晚杨某的父母连夜从甘肃白银锦泰县赶到兰州 父母两人都是地道的农民 来兰州之后他们和亲属想看监控被公安和校方拒绝 一家人提出要求进入儿子居住的宿舍看看他住的地方 收拾一下儿子的遗物也没有获得校方的同意 据家属介绍杨某的父母一直在等学校处理 但他们等了十多天也没有等到一个结果 8月27号两个老十八家的老人来到学校 却被学校的门卫拦在了外面 两位老人只能带着被子在学校门口蹲守 这一手就是好几天 没人理睬没人安顿 还被保安强行驱赶 有目击的学生透露 学校保卫科有七八个人站在门口 如果有学生想要靠近受害者的家属 轻则被喝斥重则被带进值班室 并被威胁取消学位证和毕业证 在校门口坐了五天之后 8月31号中午学校强行将两人 请上了一辆中巴车将人带走 杨某到底为何被刺杀 校方又为何如此冷血 我们把时间再拨回到8月18号晚 当时杨某和社友打完开水证准备回宿舍 当走到宿舍大厅时 嫌疑人持刀趁其不备 从背后刺向了他的颈部 杨某的生命嘎然而止 定格在了26岁 有媒体从兰州交大获悉 协议人张某是校内一小卖部老板之子 据知情人士透露 杨某与凶手并不熟悉 双方也没有过节 凶手父母在学校开了一个小卖部 其父亲是学校的安保人员 凶手已经30多岁了 整天无所事事 凶手的杀人动机还有待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但兰州交大校方一系列的冷卧表现 令人实在寒心 被害人的父母都是农民 省吃俭用 寒心如鬼才把孩子抚养长大 培养出一个研究生来 可谁想到自己的孩子就这样说没了就没了 连讨个说法都这么难吗 而孩子在学校被害 作为校方 作为教书育人的地方 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怎么就这么让人心寒 堂堂一所大学 怎么连最起码的接待安慰 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都没有呢 杀人凶手的父亲是学校的安保 而父母又能在大学校内开小麦夫做生意 其背后是否有保护势力在包庇着他们 学校一而再再而三地睁睁眼眼 欲盖弥障 背后难道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吗 我们期待尽快看到事件的真相 也希望被害人的父母能够得到最大的善待和补偿